欢迎订阅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有邀请到对台湾建立很大的公罗的艾琳达老师来我们的节目 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她的这本菜叫美类的探险 因为林达老师他与台湾结合做一会了 但是他台语可以听说不懂 所以我今天用法语来跟林达老师来用法语来交谈 林达老师你好 很高兴又可以上这个节目 我一直都在期待中 我上个礼拜也是一直在期待中 那我们就不要客套太多了 我们就先谈一谈说 我们上一次的那个你的书的里面 其实真的深深的震撼了我 就像说你的那个生命的历程也好 好像全世界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有有有还有很多了 没有 台湾比较少见了 对啦 国家多得很了 对啦 大概因为我的事也不够宽广 那我们今天是要谈的大祖宗呢 就谈这个台独联盟海外的一些人啊 是啊 因为这个我们没办法去看到的 也没办法接触到 只有透过您啊 那你先从那个宁加拉瓜那个比较浪漫的地方 可以 先谈起 因为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 我真的是 好向往 对这个可以说 这个是表示我一个不同的意识形态 OK 我会去尼加拉瓜 而且我容易在他们过了革命一年以后 要看他们有什么心得 那么像我这种我会一直往一些有革命的经验的地方 我可以说这个就是海外台湾人这方面就比较没有做到 对对 比较欠缺 对比较欠缺 所以我可以说 我去这些地方会影响我的意识形态 像我去菲律宾人 去看菲律宾 菲律宾人特别对我影响力蛮大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长久的经验 他们有基层起义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经验 而是他们不断的在监讨 那我去尼加拉瓜 我也是学了很多 尼加拉瓜 那我去的是 我想我书里面也是有介绍 对不对 我书里面有介绍 我书里面有几张了 大概前面一点了 就是我为了美丽岛的救援 跑了一圈 跑了美国 然后跑香港 欧洲 然后回来 就是美丽岛法庭都开完了 那么我是七月底 从玛亚米 我又跑美国一圈一些地方 介绍美丽岛事件 然后我去尼加拉瓜 从玛亚米坐飞机到它的首都叫 马拉瓜 那么尼加拉瓜 那个时候是什么特征 一个就是说它革命更好一年 刚好是亲过它一年庆祝 可是它推翻的是美国支持的一个第二代的 就跟台湾很相近 对不对 台湾是第二代的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 那尼加拉瓜是在三十年代 大概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被美军占领 它什么原因被占领 我可能要再看历史书不记得 可是它被美军占领 美军基本上是跟有钱人交情或是关系比较深 然后美国离开的时候就是一个军人当政 对 那这个军人当政是叫Somoza 它的姓是Somoza S-O-M-O-Z-A 然后他死了以后 然后让他的儿子寄产 又是一个独裁政权 那么这个国家小的很 台湾部差不多是一个台北的北部 台湾的北部 它的人口很小是250万 差不多爱沙尼亚这一个国家的人口 也是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最近独立的一个小国 就是海山小国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 它可以算是土地还比较大一点 可是人口很少 那除了它的几个都市之外 它人口也很偏僻 那既然它革命 因为它 它本来是连中山阶级都会反那个Somoza 因为Somoza是垄断一切 那么过了它1972年 有一次严重的地震 那那个地震过了以后 那个Somoza就下令说 那个沉重区有地震的 是不准重建 那么它把那个 毁掉的那个区的包围的土地 就是边缘的土地都埋下来 所以是贬示说 大家是必定要跟它买土地 然后贬示说 这个地震过了以后 Somoza 操纵国家的经济 整个国家的经济 整个国家的经济 是40%以上 连它的工厂 连它的房地产 那什么 都是它的总统 这个家族 就不是像国营企业一样 就是家国了 不是国家了 一定是家国了 你讲得很对 这个就很对 不是国家 是家国 对 所以我刚才要讲的是说 其实它们就退翻那个Somoza 然后那个叫做 Sandinista 它用那个 他们20年代 一个革命分子的名字 叫Sandino Sandinista 推翻Somoza 等于就国家化 把Somoza的财产 国家化 大家公有 它已经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对 或许像国民党 早期国营企业 对不对 所以它几乎是 一下子就变天 它可以做很多民间的福利 所以它一当政 它执行全民教育 因为它文盲 百分之七十 它一年之内 把大学生送到乡下 把文盲 从百分之七十以上 减到差不多百分之不到百分之二十 因为西班牙化很容易 很容易拼 很容易 就要学会拼字就可以了 那么它另外是全国就发展一些 人民的健康卫生所 它很偏僻 农民本来是完全没有 可是这个国家 其实土地是蛮大 蛮散的 那它这样做 美国反而是骂它社会主义 所以它是走 古巴苏联路线 然后是美国 我去的时候 已经是开始打击它 那么我想 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OK 它国家 其实它有做那么大的牺牲 它们死了差不多四万人 哎呀 那个内战 内战 内战时间 对 四万人 那你像它国家才250万人 对对对对 而且那死就是年轻的才华 对对 那 克战它一革命成功 那个 美国就开始打击它 所以那个什么 连食品不卖给它 食物不卖给它 对 经济制裁 对 经济制裁 然后没有多久 那个 甚至它的港口 都防水雷 水雷就是 雷弹 对 就是那个船 从那边经过的时候 就会爆炸的 对对对对 那那个国家都穷 都穷的一个国家 然后美国是这样做 被世界法庭 告说是违法的 违背国籍法 对 那是我 就是我去了以后的事情 嗯 那么 大概我在那边 曾认识一些人 了解他的国家的经过 还有他 他革命一过的那种的苦难 就是美国有给他加倍苦难 我当然是感受很深 对 那 所以 领导老师 你这样一讲 我觉得有点 心里面会蛮震撼的 美国都是以强调 他是主持这个社会公益啊 他是做一个什么这个世界警察的一种 一种那种正义的那种角色的 结果呢 他都在各个小国 就在搞那种东西 对 而且 对那些小国 他美国只有花一百万 那个颠覆他的 那个金钱 可能他争取就会被颠覆到 对 他又可以跟当地的军员合作 嗯 那就是可以颠覆到 要是跟一个很穷的 又一两百万的国家 又穷的要死的国家 你丢一百万美金下去 对 一百万美金在美国来讲的话 根本打个喷嚏就没了 差不多了 小case 对啊小case 然后他就可以把一个一个国家 就整个就 就这样子 对 那么我 呃 我可以说为什么我会去你家阿瓜 其实我要去了解他的革命状况 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 呃 呃 台湾人很多是没有护照 很多那个运动里面的人没有护照 不然他们就是想要正式披护 嗯 要离开台湾要有正式披护 可是我们在 可以说是台湾人那个时候 美国都平常不给人家正式披护 嗯 要正式披护非常困难 对对对 所以我是想说 他既然这个国家刚刚有 呃 呃 呃 而且他基本是 他以前是Mosa 都是跟 都是来台湾啊 对对对 跟他爸爸是跟蒋介石握手了 那个 那个 什么是二世是跟蒋经国了 握手啊 那国外交部都看到那些照片啊 嗯 那我想说既然是我们这个是返奖的那个失利啊 嗯 他应该会看好 嗯 嗯 嗯 呃 那我大概陆陆续生死来找人啊 嗯 都找不到人啊 嗯 可是我们这个台独联盟不是海外每一个说有有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一定会有台湾人在那边生根在那边赚钱在那边过得很好 多多少少之间 可是台湾人去的还是比较是说他可以赚钱的比较低 哎 对都是做生意 嗯 做生意 可是这个可以说是去露伍的也有啦 也有啦 也有中南美洲也有台湾人可是不多啦 嗯 很少很少 巴西反而是有 巴西巴拉圭 嗯 那巴西跟巴拉圭那些台湾人都是比较苦干 嗯 那比起美国的台湾人甚至比较有那种革命精神啊 嗯 苦干 那么可我就说 我们在美国的台湾人他们都是上班制 嗯 很中产阶级啦 嗯 他做的公司很多也是美国国防方面啊 嗯 所以他很怪 你要说他很怪怪听话 嗯 嗯 那要叫他去走哪里好像不容易了 嗯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们就不敢就对了 对 少少得很 不是完全没有 可是少得很 嗯 所以像这种其实我们是 那时候我就想说 英加若格跟革命 我们是一个 一个可以 台湾人可以找一个联邦对象 可以连结 而且还可以互相学习 可以互相支援的一个 一个 很明显他有的可以支援我们 那我那时候想的更多是为什么 因为他的 他要重建 然后他医疗状况满缠 满 他需要医生 他需要工程师 台湾柔的 就是医生跟工程师 对 对对 特别是医生 所以我想说我们有 他们已经是国际上要求资源了 要求援助 对对对 他要求这种帮忙 就是后来是东德的医生 西德的医生 还有很多别的地方的医生 有去那里帮忙他们的 他们的卫生署 那么那时候台湾人去很好啊 对啊 他们本来应该有这种国际交流 对 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要去 那么 我是想说其实他们很有办法帮我忙 给我们的一些政治犯 或者一些受难者 给他们一个 医护 一个医护的地方 医护也好啦 就是 就是多方的协助啦 或者是资讯的转播啦 资源的 对 那个时候资讯没有办法那么通 对啊 因为没有相信者有电脑 对啊 所以他是说要有地方 让美国不接受的 这些要政治医护的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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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想要的 跟你评估了我们台湾现有的人才 可以往那边的 那个时候政府都没有想到说 啊 你想要他独立了一个 那我们快点 这么多人才把他往那边送 也没有这样子 我可以说送几个都不错 不要说是政府 OK 那个说是蒋家政府 对 蒋家政府 蒋家他本来就是跟Samosa 邦交 对 跟Samosa非常好 对 他当然这个 推翻Samosa的人 他 他就不会接纳 他会不会不接纳 其实那个时候 后来去的时候 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 一个是说 呃 你跟他落索一下 你跟他先跟他要钱啊 嗯 结果他们好像真的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讲了 还是他们自己想的 可是我真的有聚在他们的外交部 对 跟他们讲说 你不要那么快跟他断交 他钱还可以 你可以跟他要几十万美金啊 什么 一百万美金 你可能都要得到 嗯 因为台湾其实是不敢跟Nijia 二国断交 嗯 他人 他的交往对象太少 嗯 可是当然是从立场 从政治立场 他应该跟他断交 嗯 那 结果他真的 他真的有 一定有的啦 你看我们现在都是什么 凯子外交 什么 不管哪一个国家 都是弄很大笔的钱给他 对对金钱外交 所以他们大概是拖了快一年 才跟中国建交 嗯 然后这个其中 国民党还 还当然是陆陆续续啊 给他们一些 一些资源了 嗯 那不小心这个是不是我去的 我的功劳 这个 多少都会 都会有啦 嗯 因为他想说 他一看你的资历说 你在台湾是跟基层的人民 嗯 没有 他们不会知道那么多 OK 我跟你讲 我去见他们的外交部 这个才妙 嗯 那个一个外 那个 因为他们都换了人啊 他们的外交部人很少 然后关那个压州的 是个25岁的大学生 嗯 25岁的大学生 要管他国家的外交政策 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对 他什么地步都不懂 嗯 然后我开始跟他讲 台湾的总统是蒋介石的后代 嗯 就是从国共战这个时候 逃到台湾去啊 嗯 被美国支持的 然后是 他是到蒋介石啊 嗯 然后后来大概 大概讲讲讲到 讲经过 然后我说 我先生在台湾 刚刚是跟一批 运动都 民主运动被逮捕 嗯 我跟他讲 哦 他开始 哦好像有 然后他打开他的抽屉 拿出来一个教会公报 哦 那是台湾的教会 就是说 那个长老教会的 知道知道 这个消息 是全世界都传了 然后是透过那个教会的路线 他拿到一个 教会的报导 嗯 说是台湾有抓人 然后说 是啊 那个高俊敏就是 为了我先生而被逮捕了 对不对 这边看他的姓名有写出来 嗯 所以他们就 哦 来通 OK 你就是台湾的一个 反对运动来的 嗯 可是我去 那个时候是 算是去的是很原始 很原始 然后他们也是跟上来 很多事情不太懂 嗯 可是他们很多干部就是 很豪爽啊 嗯 说我们革命啊 我们都有枪啊 我们都有人啊 你来这里我们去给你训练啊 嗯 他们很豪爽 所以他知道你的 也只是 也只是 仅止于媒体的知道 他并没有说 来特别仔细 知道你这个人的 在台湾的所作所为 就对 他可以从媒体 他可以从这样一点点的媒体 知道已经不错了 嗯 已经差不多 总是说有打痛 那么我也受他们的那个 呃 报社 那个大报社的专访 嗯 那他也 也爆出来 就说我是 这从这个 台湾反 反讲价的这个运动啊 来宁加拉瓜 嗯 OK 有这种的一个 至少有一点这种的交情 对啊 所以这个 你去 尼加拉瓜这个 等于算是开拓了他们 尼加拉瓜的视野 可以说那个时候是这样啊 可是我可以看后果 后来是怎么样啊 嗯 对 后来一个是我去的没有台湾人去 嗯 没有台湾人去啊 他们也半信半疑啊 你到底是美国人来推战这个干嘛 对啊 对不对 对 因为他很怕 是美国的陷阱 嗯 CIA给他们做的陷阱 嗯 因为他知道美国已经在骂他们啊 说他们是走派啦 引起别人革命啊 什么什么 对对 那么另外是说我回去的时候 我又进一步啊 要那个 嗯 那个徐兴良 跟在罗杉矶的尼加拉瓜的代表 会面 嗯 那徐兴良本来是答应啊 可是答应了 然后桂华他又说 他说台湾同乡说不能这样做 就是美国会不高兴 嗯 所以他取消他不去 其实他也没有提早讲 那个领事都在等他 他就不去 哎呀 对啊 很丢脸啊 真实的 对 可是这个是什么样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 已经是对于加拉瓜加压力 嗯 给他加压力 说你 呃 呃 你这个台湾是共产党啊 那你是施行社会主义 反而 用任何方法就骂他 反而 这个运动是推翻美国的这个知识的Samoza 嗯 嗯 对 对 对 公道是说 这一条路 那么在外国的从事 所谓的台独联盟的这些人 一讲到就说 他已经 已经 这个成立多多几十年了 然后在外国做的怎么样 那像你这个他们应该是 就是 非奔而去嘛 对不对 出钱出力啊 不管什么样的资源 赶紧去那边 停那边这样拉起来 能够建立起来 对啊 其实不需要很多资人 少少一间资人 机会就 机会就走了 就这样子就没了 我跟你讲 好几个机会都流失了 我书里面就提到了 南非 一样也是流失机会 对 在那是90年代的事情 是啊 我现在看到Nijia Lagoa 那个是1980年 也是流失机会 对啊 那这个问题是怎么样 就是台湾人就是看是谁当政 他就去信仰那一个 那一个政典 我现在叫美国 我现在叫美国 因为这问题在美国是1981年 Reagan当政 Reagan是走非常保守的方向 然后又 Carter 那个时候他就叫做 走的时候支持一些 比较开明的 他会对一些迫害人权的国家 会取缔 至少会有一点点取缔 那他站在人权的立场 所以Carter也是有一些方面 也是支持我们 台湾的运动 少一点点 就是给他一点空间 只是手放的稍微松一点而已 那个时候你看 他那时候好像是急着要去跟中国建交了 对 他要急着跟中国建交 可是跟中国建交是不见怪 中国就是中国 这是自然嘛 台湾 Republic of China 不是China 也不是Free China 对不对 所以是理所当然 他问那个Carter 会跟中国建交 其实这个是好的一面 可以有好的一面 可是这个Carter 同时他主张人权 人权 这个那个时候是给我们的民主运动 少一点空间 因为国民党怕 对 那个时候是怕 那可我说是Carter反而是 不幸就没有第二任 那个Reagan上台 美国整个风气变得非常保守 然后又回到比起以前更支持一些独裁政权 像他支持Carter的独裁政权 对 那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我想 这个又是跟台湾有非常有关系 因为 讲一下讲一下 因为这跟我们台湾有关系的 我们都要讲 都要讲 这个El Salvador OK 那El Salvador也是跟Nichirago 类似就在他旁边的小国家 人口多了一点四百万 可是他的土地小 比较小 那么当时的事情是Nichirago革命 当然是给El Salvador也是很大的刺激 那中南美洲那些小国家都是贫富 悬殊 悬殊太大的 非常大的悬殊 然后穷人很穷啊 然后他 他会有像Guatemala是14个家族 大概控制一切了 那El Salvador也是少数非常少数的 控制一切的经济 那么那个Nichirago有经过革命 对他们是很大的刺激 他们也是在革命中的状况 那他们也是革命中 那所以就是美国是骂Nichirago 说是素革命气氛 他带外了周边的小国 就是怪他 对就怪他 那么所以是1980年差不多是 我看80年已经是他们国家危机了 那个时候烧尔朵 白色恐怖 每天有十几个 即十个尸体都会丢在马路上 平均是一个月 暗杀三百多 三百个人 三百个人 那就是想成文成案件 每天都有这么小一个地方 那那个尸体会被丢在广场 就在广场肚子被挖出来 眼睛挖掉了 身上全部都被用刑了 所以你知道 你任何你敢反对这个政府 你就是这种下场 不只帮你杀死 又帮你刑囚的非常惨 对对对对 很多时其实就在垃圾场 不然就在广场 但那个就是要制造那种恐怖的震撼的教育 他是恐怖的不得了 那那个杀的人几乎都是劳工代表 或者是更是农民代表 就是会跟他做对的人 有一点点跟他要做对的脑子的人 他就 知识分子也有一些了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萨赫朵已经可以说是基层 有相当动员 特别是贫困的那个农民 所以是这些人被杀得好惨 那这个时候是美国时代人 是叫那个政府 是要换一个 不要说那么难看的人 可是还是 背后还是军事势力 那那个萨赫朵有一个 更右派的一个政党起来 叫Arena 那这个创办人叫Roberto D'Obson Roberto 我大概要写 Roberto D'Obson 然后特别提到他是 为什么 Roberto D'Obson 来台湾受训练七次 他是来王生的北投的征战作战队 对 对 那北投的那个 在那个叫什么 中益在过去 清泉缸那边 应该是 我常看这个名字 可是我没有去过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是从南美洲的书 我是从讲南美洲的书 知道这个D'Obson 跟台湾的奖家有多密切关系 台湾的情绪单位有多密切关系 台湾也发现都不知道啊 台湾也发现都不知道啊 台湾也发现就问不出来 他就说啊 就是我们的外交 对不对 所以真的你真的看得很活大 那个在1980年 在萨尔德有屠杀 军队杀了差不多七八百个 好像八百个农民 把实体埋起来 然后否认 那个离开首都不远啊 只有六十公里 他就否认杀了一个整个村庄 后来就介发带队的那个队长 也是台湾受训练的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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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人纳税 然后国民党就是用在这个训练各国 常现了什么 有新加坡啊 菲律宾哪里 很多还有人在我们台湾这边受严格的训练 对啊 那我们台湾变成什么呢 变成筷子手的一个推手 他基本是筷子 你可以这样讲啊 他是一个代替 所以是70年代 80年代 那个南美洲的白色恐怖 是跟台湾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特别是Reagan上来 因为美国的国会看不下去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叫Boland Amendment B-O-L-A-N-D 我书里面都有了 有 书里面都有 因为就像要台湾人要了解这些事情 应该要了解的 这我们一般的台湾人都不了解 我又没有仔细看你这本书的话 真的根本就没办法知道这些东西 那我书里面也不能讲得太细 我只是带过去 可是美国是通过Boland Amendment 美国国会就是要谴责Reagan 不准再给美人给那些独裁政权 也是中南美洲的独裁政权 所以它特别是在沙沃多方面 因为沙沃多残杀的不得了 它就让他没有办法在那边释手 对不对 没有办法在那边以他的意思去做 所以是那个时候是 Reagan就找四个国家来代替他 他找的是沙地阿拉伯 库威特 南韩 台湾 所以等于是这些都是跟保守 跟美国的保守政府非常好的 有好的 美国有钱给他们 他们反而是代替美国 送美元 给沙沃多 独裁政权 所以是台湾又是扮演这种 支持独裁政权 就是筷子手的推手就对了 对阿 出面啊 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是台湾人 不要说这个 我们这些纳税的人不知道 可能国民党低沉的也不知道 就是只有他们这奖家集团里面几个人知道 我想是军队方面的都知道 因为那军队外交部它有一批人 是军人跟外交官 他们都是学习班 可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他们到现在都还在经常 弄着周边这些小国一些什么的 都来这边受训 对那我们知道说现在受训 台湾已经不是百事恐怖时代 我们知道 是这样已经不是百事恐怖 他们的国界也是经过一些停战 或者内战已经停了 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恶毒 可是现在还是继承以前的一些很恶毒的关系 对 他们有的还有来这边受训 他们又回去又搞暗杀搞什么的 对 对 对 就是我说的像Dobosan 他那一批那个Arena党的人 就是这样 他们暗杀的不得了 然后台湾到底给他们什么训练 我们不知道 说不定只是金钱 因为我们没办法看到 对 没办法看到 那么这个资料在台湾中也没有见天 可是我已经都把它写成文章交给民进党 没有 没有 所以民进党 你提供给民进党的 民进党也把你这个宝贵的资料也是放在一边 不见了 OK 对 曾经登小片 可是我现在讲那个是90年代 但是我们回到80年代是海外台湾人 他都有能力去接触 他都有能力赌 他都有能力繁文人 他有能力去这些地方 他都有能力 所以我对这一个非常在乎 非常在乎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在岛内 蒋家集团对我们的统治是这么样子封闭 都一直都是在三民主义消灭万乐共肥 什么什么的 后段才三民主义 前段都消灭万乐共肥 可是我们的台湾子弟 他应该来讲的话 他会逃离台湾到美国去 或者不能回来了 不管你什么 你总是已经跳脱台湾了 你很有机会来拯救这个台湾 他可以利用他的工作之余 还是说他所赚取的金钱 还是他的人际关系 他的语言 好像英语什么的 你在哪一个国家 有哪一个国家的语言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后来我到现在 我还是每天晚上会在想说 这个台独联盟的成立不是已经三 大概40年了 大概40年了 那是40年了 1971了 对 比你从事的那个 也差不多这个时间 更早 更早一点 他应该有铺好一些路 那你去的时候 他是不是把你当宝说 这边给你介绍人去 那边给你怎样 那边给你怎么样 给你弄好路 给你更可以为台湾打出一条 这个 这方面他没有 国际关系他没有 那我们可以说 台独联盟是很高兴 跑一些地方跟人家造个像 像那个 参参红跟Aerifat造个像 或是跟去南非造个像 可是他差不多是造像层次而已 那民进党到海外也是这种层次而已 竟然是造个像 根本也不去研究背景 不去了解背景 不去深入 深入 连表面几乎都没有 都不知道这个是力 去旅游 你可以说 台独联盟的名义 那个光环带着去旅游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他会有了三天 跑五个国家 十个国家才行 他是跑一个国家 就好像挂一个牌子 可是台湾人做这样的 其实一向都是这样做 这么的浮面 非常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就越来 我年龄越见长的时候想说 我们都做社运的人都很拼 为什么拼一拼 台湾这个国家会不见了呢 OK 那么我对不起 我们还是要讲 台湾跟海外的人 大概是我从1980年回去了 我很明显就代表批评美帝的 对 那我大概一向是跟台湾人讲 是别的走派的人也跟我讲 我们是很明显看美国是在全世界都支持独裁政权 那或许人权方面你跟他诉求 你可以少痛苦一点 或许有 可是明显 明显美国是支持独裁政权 为稳定他自己的国际的关系了 那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所以美国是不喜欢中国站起来 他不喜欢 他是要围堵中国 所以他是用讲价做他的筹码 围堵中国 那这样就是不管台湾人怎么样 就是讲价 OK 那 可以说是走派的人士 在别的国家的人 常常提醒我 你台湾人不要想说你考美国 你可以 有独立 你可以自己有你的政权 你可以用民主自由分享 很多人都这样讲 那我是跟台湾的台湾团体也常常就这样讲 你要看美国在别的世界上在做什么事情 而且你要在美国社会 可是美国社会不是一体的 OK 公和党更是保守路线 民主党有一些人物 有一些方面 开放一点点 比较开放比较开放 所以像我在美国就加入 叫 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 OK 我大概1980年知道有这个组织 然后加入 那他们是民主党的一份一派 那民主党的 杰克他全美都有一个联系 那么他就是 要主张美国是要支持别的国家的Democracy OK 所以他对美国支持独裁政权 他会批评 但是台湾人应该接近这种的美国人 对 对 应该接近这种比较开明思想的 对 可是后来是Reagan当政以后 台湾人在美国的团体 明明就是跟Reagan 明明跟那些最保守的都要拜托他们 要接近他们 要请求他们 然后另外一方的人 反而就 不止 就放弃 不理会 那我这方面 我对发布也多次的那个建议啊 他们甚至我写文章 他说他的看物我一定可以让他登出来 到时候就不登 他就把重点都删掉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连他的 海外的台湾人团体 连海外可以说是言论自由 也好像是很有限啊 就是批评的声音都没有办法出来 嗯 那台独联盟更是啊 你怎么样讲台独联盟 台独联盟就是要 大家都炒 炒拜他 嗯 对 因为台独联盟 可能琳达老师你不知道啊 我们台湾的走社运的人啊 我们都把台独联盟 这一个组织 这一个团体啊 当做是我们最高的一个 一个崇拜的一个标的啊 对对对 就是很希望说他有一天啊 他能够回来带领这个台湾的 这一些基层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一起迈向这个建国之路 回来领导一样 你知道我们讲到台独联盟 都用那种万分崇敬的心 去去崇拜这个台独联盟 你知道吗 对 那么我觉得台独联盟是他 有他的成就 我特别是要 要公认 应该要承认啊 他70年代在海外 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作战 对 那能保护他的 有台湾意识的组织 能 能起来 这个是他的 他的成就 他非常重要的成就 还有他有放一些 这个资讯回来 台湾 台湾 对 这个都是他的成就 那还有他在日本也 也做得也 也不错啦 应该算是日本的团体 因为台独联盟是变成世界有的 也是因为各地的 加入一个联盟 对 可是后来是台独联盟的 美国本部变成power最大 因为那边是台湾人最多 而且台湾的政策主要的还是 Ting Washington 对 所以当然是美国是最大的部分 从日本领导都移到美国去 对 那是说他有他的成就 可是我觉得他有那个成就 他就禁止于那个成就 后来就没有再精进了嘛 对 对 对 然后加上我要说他 有走向革命还是走向什么 他就是陷在一个很小的范围 那这相当大的问题啊 不管是詹章宏还是别的籍位 詹章宏就是一个化学教授 嗯 对 那他是中化学教授呢 是蛮重要的也很好啊 对啊 可是问题是说你这样的话 你没有时间去专业的 在世界上跑 去了解 对对对去串联 去串联去 可以说去串联去了解 然后别的国家的运动啊 你说是那个南韩还是别的地方 嗯 他有很多专门的人 就是要去了解诡计局势 就像我在 我在 我在你就是碰到一个 对对对 那一个 要不要形容一下 哈哈哈 你帮我形容 那你说他在这个 长得这个 他口才很好嘛 口才很好 而且他的英语又讲得 讲得很好听啊 对对对 对啊 然后他是一个一个这么样子 风流潇洒的一个一个 一个知识这么丰富的一个 没有没有 可是他伪装 我见到这个 在旅馆 他伪装 他说他是商人 他就说他 他自己伪装的好像是很庸俗 然后他是 他是来 来 来 从日本来 做生意 嗯嗯 然后我大概观察几天了 你就发现了 你就发现了嘛 对啊 我才发现说他接触的人 并不是商业 不是是 真的是商人 可是他们讲的内容是 他们的解放运动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被他那种风采啊 就 就 就非常欣赏他那一个风采 对了就欣赏他 对对 可是他至于是有的外表 他就是商业界 嗯 所以他等于是那个Palestine Palestine PLO的一个走派的 走移的 一个组织 PLO里面的 他们是有任 他们有任务 要世界上要跑 要了解全世界的状况 嗯 要跟多一些人又交流 那当然他也是要 造一些年轻人加入组织了 嗯 OK 他都是工作 可是你可以想他们有 制定政治系 政治背景的一些专业的教授 对 要去了解 OK 那当然他们了解的层面 也只是从一个反美的角度 嗯 所以说反美 否则你要说反苏联也可以 可是你要细细上了解 美国支持的政权是什么政权 美国在做什么 苏联在做什么 要具体去了解它 对 所以我就发现说 我们这个台独联盟在 这个世界各国啦 就是在那种最高的时候 声望最高的时候 忽然间就停顿了 然后接着他们就 就是再来一个高潮 就是龟鱼返乡嘛 就是要突破黑名单 要回来自一段 那我要清楚说 黑名 要知道清楚是说 是台独联盟 具有在美国 是在台美人 的那么一个生活环境 它就经过的 它是这种生活环境的一个产品 那当然是还乡 这个是台湾同乡 上黑名单的很大的心愿 那还乡 这个是很好的目标 对 可是这个还是一个 很有局限的一个生活环境 不是一个革命环境 可是它扣扣扣扣扣 就是说武力革命啊 武力革命 其实那个是讲 讲给我们 讲给我们这些台八子听的 对 后来我就说 真的我是受骗了 空谈的 就是一个 用嘴巴来建国的啦 那我们不要说嘴巴是不行 可是问题 它导致方向 导致错误方向 我可以 我是容易说 还有所有的海外的台美人 都是导致这种青梅路线 那青梅路线就是落在我们现在 美国是要把台湾 卖给中国 对 卖送去了 其实是老早可能就会送去了 可是这个时候条件差不多已经都好了 你看陈水扁当政的时候 他要讲公投 美国就马上压他 马上 对啊 应该美国是这么民主的 你是讲民主的 对 为什么我们要公投而已 你就打击了 就打击了 对 然后说你是troublemaker 你是制造麻烦 麻烦制造者 最近还有美国什么PAR 什么又讲那个蔡英文啊 不会让台湾稳定啊 什么就是我们地医区会不稳定 那都是从美国是制造这种 你必定台湾是必定是蒋介石的 Republic of China 必定要变身China 这是美国制造出来的局面 对啊对啊 然后要台湾遵守这个局面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人都很迷信美国啊 都譬如说美国一定会挺我们的啊 美国一定是怎样啊 你看 这个共匪要打台湾的时候 然后美国的航空母舰 很快就马上就开到这个 这个什么巴士海峡 马上就定在那边 共匪就动不了了 中国就动不了了 我觉得这有很多都是自欺欺人的一个 总包括一句啦 台湾人会那么相信就是我们的国际观不够 我们的视野也不够 就是资讯不够 那资讯不够这个是自己人也不去追 对啦 就是当领导人啊 对啊 没有这种眼光去追 对对对对对 那可是这个事情很明显了 其实你只看一些 很无知啊 感觉很无知啊 这个也是台湾的那个 论战冷战宣传的国民党的教育的后一阵 国民党教育成功的 他们现在在收成果 我们就在尝苦果 我们就是不知道长进的民族 就是在永远就是做人家的这个 那么我们像现在我在讲这种事情啊 有点too late啊 我自己也是有点惭愧啊 你怎么会惭愧啊 我觉得说我在30年前啊 20年前啊 我不断的在讲这些话 人家不理会 那不理会 那是台湾都是在美国的手里 相当多是在美国手里 没有错了 可是台湾人自己没有一个比较广的眼光 你不会强出别的策略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或许还有比较有办法 现在已经过二三十年 我在这个时候 我要讲I told you so 也没用 已经冷掉了啦 就是已经那个崩潮啊 一切都已经变成退居幕后的感觉了 对对对 台湾独立运动本身是20年来 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没用 我不要说越来越没有用 他也是有像我们以前有那个 陈水本当上那一年 就是全台湾都握手 对不对 手牵手 二二八手牵手 对对对 不要说没有一些高峰 是有啊 可是整个方向基本就是 被这个青美路线的带走了 那么二十年前 还是台湾里面有比较多欧洲人 南美洲人 他比较有不同的思考 可是我们这十年是什么 就是要签 美国是要当我们的老大了 至今台湾还是这个美国管辖的 都现在那一个像什么林志生啊 然后还有什么我们是第几周啦 对对对 然后还有很多国民党的又讲一派 反正就是变成说 可以说是赌派运动比以前还狭窄 对对对 比以前还狭窄 比以前还狭窄 比较早期还有多一些人 比较有社会观念 对对对 或是比较有国际观念 那这个是现在在这个时候谈 I told you so 我觉得没有用 我讲这个话有点没有用 只是说台湾力学还在演下去 对 那个领导老师 我们讲这个现在还是很有用的 为什么 我们把它讲出来了以后 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检讨说 为什么没有用吗 我觉得总是要检讨 对我觉得 我们连检讨的能力都没有 我们连检讨的那个举动都没有的话 那真的是死 就是怎么讲 台语讲说三好多一好 那现在我们这个台独运动 大部分都是LKK OK LKK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去的大概是50岁以下的人 几乎是都没有 没有了 我自己票的算是最年轻的 我觉得我们去台独的场合的话 全部都是这上面 男的这上面没头发的 女的有的话是几只这样白白的这样子 那我这个还算是比较年轻的 所以我们现在年轻归年轻 休息还是要休息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我们下半段马上再回来